世界杯性犯罪猖獗,国际足联警告转播商,别拍看台上的美女球,在本届世界杯当中,哥伦比亚摩特丹妮拉因为在世界杯赛场上的一张照片而引起关注,她也被评为世界杯最美女球尼,而在此以后,电视机镜头也常常扫到看台上的热辣女球尼,不过,国际足联日前要求转播商,尽量减少转播中的女球迷镜头。 这也令不少男性球迷观众大到苦水,事实上,国际足联这一要求也是不得而已,因为在世界杯期间,性犯罪已经超越了种族歧视,成为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。 中国女明星徐东东曾经遭受过外国球迷的赤身强扑,而且曾有巴西的女记者,遭到克罗地亚球迷的强吻。 在本近世界杯期间,目前已经发生了37女主播被性骚扰的事件,而截头出现的性侵犯事件则达到300多起,正是由于这个原因。 所以国际足联才针对这一问题进行打压,希望通过转播中的转变,带给女性球迷最大的保护。 当然,这一项举措对于男性球迷观众来说,简直是一个天大的噩耗。 那么你是如何看待国际足联要求转播商减少美女球迷的镜头呢?